台湾旅外好手张玉成再度跟日籍二刀流大鼓祥评同场来较劲 开季以来没有敲出任何安打的张玉成终于一吐门气 轰出了两分拳雷打 总计单场拿下了四分打点 帮助红袜打败天使队 也凭了个人大联盟生涯最佳记录 红袜对上天使时张玉成再度和二刀流大鼓祥评同场竞技 而开季以来已经有17个打数没有打出安打的张玉成 这下子终于大棒一挥敲出拳雷打 这一刀流大鼓祥评看这一刀流大鼓祥评 他都要做了 他都让它全部放下 而在第八局满垒的情况下 张玉成再集出两分打点的一雷安打 整场四个打点帮助红袜队以9比7逆转天使 是最大的功臣 也追凭他在大联盟生涯的最佳表现 赛后张玉成表示感谢红袜队在他低潮的时候 还愿意给他机会 而总教练克拉表示 他一直不怀疑张玉成的实力 认为需要的是建立信心 而不只打击张玉成的手背也恢复水准 前一场同是对天使的比赛 张玉成分别在五六两局垒上有人的局面 都上演关键的双杀手背 而这场比赛他打击时还被球击中 大叫一声显然相当痛 但是还是坚持比赛到底 至于大鼓祥评则是继续创记录 已经连续36场比赛都上到累包 而他是否可以继续保持成为一个 备受注目的焦点 记者综合报道